天主教基督教说他们一旦升天 即永远不会再受苦 和我们讲的不同 他们不亦达忘语吗 而他们没有忘语 他们说的话也是正确的 这个实在讲 其他宗教修行的功夫 也有浅身不相同 升天我们知道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天有二十八层 他是升哪一个天 这在他们经典里面 讲的不够详细 但是天人寿命长 天上佛宝道 正是所谓的乐多苦少 那么一般人 很容易误会 天使永生 不会再受苦了 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逃离天人 可能呢 就是他们所说的天 中国人成于黄大帝 天人到什么时候才受苦呢 临命终时前七天 佛在经上讲了 五衰向先前 他才感到恐怖 才感到苦 那么由此可知 他那么长的寿命 通常他们没有觉得 他有苦受 只有在临终之时 他才有苦受 这时很容易被人误会 他永生 永远利苦的路 会产生这个误会 以逃离天来说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逃离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一百年 我们以人间三百六十五天 这是一年 假使 天上也是三百六十天 是一年 他的寿命是一千岁 要到最后临终 前七天 才会感觉到他有痛苦 由此可知 天人容易被顺境所迷惑 他很少有逆境 他被顺境所迷惑 误以为 不以为 生天是究竟 寿命虽然长啊 有一定 他还一定啊 那个寿命到的时候啊 寿命到 苦暴 苦暴就先前了 而且还不免要轮回六道 这是我们一定要懂得 要明了 那么关于其他宗教的这些人 我们有缘分 也一定要帮助他 帮助他身体也不错 无论在哪一层天上 我们在佛经上看到 都有佛 都有菩萨 在那边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所以不诠释 我们人间有佛法 天上也有佛法 他在这个地方 不相信佛法 他相信耶稣 要到上帝那里去 我们就帮助他去 去了之后 上帝天天请佛来讲经 他不就跟上帝一起去听经吗 这都是好事情嘛 所以我们要懂得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